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早前特區政府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發出禁制令 不過高等法院袁仲廷的法官拒絕頒布 政府不服上訴 今天有結果 5月8日上訴庭認為需要馬上制止刑事行為 接納行政機關的評估 於是判律政司上訴得席批出禁制令 禁制令批出了 影響是怎樣呢 會不會在互聯網上這首歌的所有內容 包括YouTube等等 又或者某些音樂平台都傳訴需要下架 否則就會觸犯法律呢 禁制令批布沒多久 究竟結果是怎樣呢 可能性是怎樣呢 我回來再分析 各位 各位 今時今日呢 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 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 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呢 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特區政府律政司要求法庭 判禁制令 禁止袁榮剛這首歌 以任何的方式傳播 因為這首歌是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意圖煽動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將其混淆成為香港特區的國歌 或者指香港特區擁有自己國歌的獨立國家 意圖侮辱國歌 提出很多的觀點 還有法官陳建強拒絕 是不是連這首歌的存在都不行呢 是不是傳播也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犯罪意圖也好 這首歌大家知道在社運期間廣泛地傳播 也都非常流行的 也都律政司的代表支撑大律師余若海 在陳詞裡面早前說 現在社會武力推翻政府 不是一定要用武力手段的 不是一定要坦克才行的 不是一定要槍的 他說山坡謠言 假消息都是武器來的 他說願榮光這首歌 能夠凝聚人心推翻政府 更被誤當國歌八百八十七次 我不知道他的數字是怎樣 可能他在互聯網 在Google打香港國歌 就出了這個願榮光 其實這就是跟大數據有關的 特區政府自己有沒有做事 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歌 你打香港國歌的時候 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歌 這個其實在互聯網的操作上是可能的 甚至多次在運動賽事上被誤用 律政司就強調 禁制令是不會限制非法活動的 譬如你洗澡的時候 唱歌是不會違法的 洗澡的時候唱歌 那大便的時候唱歌呢 又或者在街上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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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即是說是豁免的 新聞活動和學術研究 在這個上訴過程裡面 資深大律師陳樂迅就用這個法庭之友的身份 給辯方意見 律政司多番強調 網上平台要求港府取得法庭禁令 才肯將有關32段的影片下架 現在的禁令只是列出傳播歌曲非法用途的基本原則 沒有說明單純傳播相關影片會構成非法用途 無法在意阻截傳播 Break and Circuit 現在的問題關鍵就是 這首歌在網上放在網上 究竟有沒有違法呢 暫時來說 你上去互聯網去YouTube 或者用Google打願榮光 歸香港呢 其實就一直都在 到今天還在 到這個時刻還在 是沒有落到假的 有媒體問Google問YouTube 究竟你們會怎麼理解這個八平法庭 正式頒禁制令 上訴庭的首席法官潘兆初 副庭長 朱薰寧 以及法官彭寶 經過多月考慮之後 攀下半詞 裁定律政司上訴得席 攀下臨時禁制令 互聯網的世界呢 就是國際性的 即不只是香港本土的 你香港頒一個禁制令 可能是會 規限到本土的 在香港人看到的 互聯網的 資訊的內容 即使Google YouTube下架 究竟 他所謂的下架 是不是可以 將所有 在世界各地上載這首歌的 這個YouTube的內容 或者其他內容 全數下架呢 這個禁制令 有沒有權限制到 一個這樣的 無遠弧界 這樣的地步呢 這個雖然說 他是宇宙大法啦 究竟他可不可以的威力 去到這裡呢 無遠弧界 無國界的呢 譬如我在網上 我打這個 願榮光歸香港 或者願榮光 第一個出來的呢 就是在 2023年6月9日 上載的 就是公視 我相信這個公視 就是台灣公共電視 公視綜合的YouTube的頻道 那個標題呢 就是 近千萬人聽的歌 你聽過了嗎 願榮光歸香港 藝術肯有事 那藝術肯有事 我相信他們其中一個YouTube的 一個專題來的 這樣 那裡面的內容是什麼呢 除了有這首歌之外 我覺得展得非常好 就是他有這首歌 播這首歌 我訪問那個填詞人 講這個 就是填這個詞的來龍去脈 這個 這個 作曲者 這樣 而且呢 更加 更加 我覺得厲害的 可以這麼說 就是 他將在2019年 運動 社會運動裡面 在不同的場合 包括一些大的商場 在街上 就是 快閃管言樂 在商場 就這樣去清唱 全部剪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很清楚很厲害 這個剪接的技巧非常厲害 感染力也很強 訪問 然後播這首歌 完整地播出來 好了 台灣公事 不是在香港 台灣不是在香港的 所謂司法管理的範圍裡面 從法律的觀點 香港的禁制令 即是禁止本地的司法管理區 即是香港新界司法管理區裡面 你禁不了台灣的 那如果這個禁制令 Google說 好了好了我下架了 YouTube說下架了 那究竟台灣公事這首歌 是否也要下架呢 如果不是台灣 在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或者澳洲 不同的國家 上了這首歌 那你的法律的場地 可不可以管轄到那裡呢 這個呢 都是我 即是提出來的疑問來的 那麼禁制令現在就生效了 那究竟現在這首歌 什麼情況下 存在 或者傳播 你放在YouTube就是傳播 就是犯法的呢 就是違反禁制令的呢 是會被捕的呢 被拘捕的呢 那麼現在 Google就說要研究判詞 然後才做決定 是否下架 然後再說一些背景 就是 特區政府 就是 這個Google 每年 或者每半年 就會宣布一次的 世界各國 有哪個國家 曾經向Google 或者YouTube 是要求將他 上載的一些內容 或者一些 無論是片也好 聲音也好 等等 文字也好 下架的呢 特區政府其實 每年都有要求的 都要求這樣做的 但是呢 被拒絕的 次數率是相當多的 百分比是相當高的 答應他做的 很明顯是犯法的 或者是 世界公認是犯法的一些事情 他才會做的 但是 大多數是不做的 好了 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 有了法庭的禁制令 Google 會不會將 這些歌的內容 全數落架呢 Google YouTube全數落架 如果是全數落架 的話 我也看得到 在不同的音樂平台 例如Apple Music 也有這首歌 也有很多 這首歌的不同的版本 有人唱的 管弦樂的版本 也有管弦樂的神音樂的版本 也有很多 那是否全數都落架呢 對於一般的香港市民來說 他都沒問題的 聽多一首歌 聽少一首歌 是沒問題的 也不能吃的 那首歌 不飽肚的 你不聽就算了 但對於言論自由來說 或者表達自由來說 這個影響很深遠 究竟這首歌 是不是 好像特區政府所說 是用來 可以用來 推翻 推翻政府呢 就是 余若凱的說法就是 社會要推翻政府 不一定 好像 舊時這樣 用坦克或者傳統武器 可以憑散播假資訊 或者政治宣傳 這個 玉明江歸香港的作者也都說 以音樂作為重要的武器 就會激起人們的士氣 這樣 這個歌 就廣泛流傳 帶動市民的情緒 升級為國歌 被指為國歌 國安法聲效之後 只有少數人成功被控 現在的說法就是 他不讓這首歌傳播 不讓這首歌放在互聯網傳播 現在禁制令聲之後 互聯網 譬如 Google YouTube 或者其他音樂平台 是不是會把這個下架 我們要密切治癒 一般的市民 可能調戲不順 可能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你下架我就再上載 或者你在你下架之前 我全部下載 放在我的手機裡面 我不是讀法律出身的 我不敢在這裏斷定 這種做法行不行 比如說 你下架 或者我用其他渠道再放上去 或者我自己下載 放在我的手機裡面 我會有空拿出來聽 如果我私人的行為 有空拿出來聽 我洗澡的時候 放在我的手機裡面 但是旁邊我也聽到 這首 這首是禁歌來 很清楚 是禁制靈底下的歌 是禁歌 這樣是不是犯法呢 我在這裏 我這個頻道 是不鼓勵別人 與生是法的 當然我們也不鼓勵別人 不會說 你全部不要做 最好 連家裡的蘋果日報 你也扔掉 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要提出一個疑問 究竟 那條線怎麼橫呢 如果余海說 這首歌 你洗澡的時候 唱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會被禁制的 他在法庭的陳詞 他是這樣說的 上訴要求 申請禁制令的時候 代理律政司 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說 洗澡的時候 唱是沒有問題的 蹲個塔 唱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放在手機裡面 我播出來 作為零聲 當然不會有人這樣做 大哥 我當然是 很多人都會縮的 大哥 會害怕的 又或者我放在這裡 我自己在家裡播放的 我覺得 他想記住那段日子 究竟有沒有犯法 那條線究竟是怎麼畫的 你放在互聯網 廣泛散播 你畫他辦法 那放在我手機裡 算不算快 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值得問的 我為什麼要問呢 我不是說 鼓勵大家做這些事情 而是從一個表達自由 比如說 即是說 煽動性海蜜 即是蘋果日報 舊的蘋果日報 又或者羊村 那樣 那個繪本 我想放在這裡 作一個紀念 或者 2019年有很多 出了 有很多畫策 攝影集 是很值得留念的 是紀念 曾經參與過的這場運動 有示威的人 這個是香港歷史 如果你將他界定成為 煽動海蜜的話 我藏在家裡 正如我把榮剛這首歌 藏在手機裡 有空拿出來看 有空拿出來聽 有空拿出來聽 究竟我有沒有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 要解答的 在宇宙大法和23條底下 是要解答的 好 再推而講之 現在 第一首禁歌出現 就叫做 《怨靈光歸香港》 會不會有第二首 第三首 第四首 會 激起人們士氣 用這個音樂作為 不武器 被視為意圖 推翻政府 我不去點名 我不去點名 哪首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都說過 有一些流行的 很多歌手都唱過 所謂你界定什麼 黃雅嵐 很多歌手都唱過 流行的歌 由一些很出名的填詞人 填詞 你一聽 嘩 意味深長 意有所指 有些 藍絲KOL也有說過 這些歌是有什麼意味 有本土的意味 甚至有什麼港獨的意味 這些歌 會不會 又被視為 鼓勵 是氣 推翻政府 傳播錯誤的訊息 我不是在這裏 想說是 偽言聳聽 流行音樂 會不會成為禁歌 今天這個世界 在歷史 在過往 在現在 甚至在將來 是出現過 或者將會出現的 台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台灣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 在台灣的選舉 有很多文宣 如果大家記得我講過 我忘了哪一次的選舉 是市長選舉 還是總統選舉 應該是總統選舉 很大陣仗的文宣 很多年前 有一群年輕人 文進黨的文宣 有一群年輕人 還在聽 當時還在聽 叫做iPod 很小 像Apple出的 帶著耳機 旁敗說 各位年輕人 你以為你現在聽的歌 沒什麼 無拘無束 什麼問題都沒有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父輩 你的長輩 曾經經歷過 連唱什麼歌 都要受到審查 受到禁制的日子 你擔不擔心 如果一旦你投錯票的話 你iPod裡面的音樂 你聽什麼 或者你唱什麼 都要受到審查 當年受到審查 是什麼歌 很多歌都受到審查 黃耀明 在台灣演唱會唱的 一些 他說台灣當年的台語的禁歌 受到審查 連六島小野曲 都說不能唱 都是影響民心士氣 是吧 說這個風雨飄搖的六島 就是代表台灣 這樣 當時蔣介石 蔣經國 就是不准唱這首歌 我不是危言聳聽 有第一首禁歌 因為 是不是 什麼激勵士氣 什麼鼓舞民心 推翻政府 這些是很主觀的 沒有客觀的標準 會不會有第三首 第三首 第四首敢改出現 香港 我不敢說 我只是提出一個疑問 不過我可以再三強調 禁制令出來了 你們 即是可能自己 我不相信 我要表達自由 我要言論自由 這樣 我就不鼓勵大家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 這樣做是不於事務補 沒有什麼大意義的 我要播出來 我要拿大喇叭 唱給別人聽 這樣 沒有 就不會拘捕你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不過我就想提出來 我預視到 跟著下去 我擔心會發生 很多事 不過這個什麼 所謂禁歌呢 可能 已經存在就存在 那些 我認為可能是有 可能被人懷疑那些 就是 叫做自焦嫌疑那些 那些 就已經存在了 但是將來呢 他們會 會縮的了 會縮的了 我 我聽到一個填詞人的說法 就是說 即使寫情歌 都要萬二分小心 怕著被人說 以後所致 那就麻煩了 那 即是 你知道香港 如斯田地的原因是為什麼 是吧 就是這樣的原因 好的 到這裡我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深圳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聽 再見